阿倫剛剛提到的不老水手們 他們拿著獎乘風破浪玩得不亦樂乎 要用行動證明年長者的活力 口號中的不老水手 是這群平均年齡67歲的銀髮族 他們憑著自己的力量 划著獎在太平洋上航行8公里 除了為自己完成挑戰感到開心外 從海上看到清水斷崖的美景 更是讓他們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很美啊 真的很美啊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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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講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的 然後變成一個山 跟我們在陸地上看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沒有看過咧 沒有看過 平次啦 紅豆老人福利基金會 舉辦這場不老水手活動 就是想讓平常沒有機會 接觸海洋的老人家 可以跨出來體驗人生 不老水手用行動證明自己還年輕 同時也鼓勵更多人 加入他們的行動 走出戶外 讓人生更加多彩多姿 聯合報 陳俊志 花蓮報導